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去以事 以事登城 这是一个女命 她是在说 她从小的时候感情事业就不顺 前两任男友及丈夫都离世 2018年开始更陷入低潮 她在想说是否能帮她看看 她未来的事业或者是运势能否变好 感谢各位 我们要先知道 他所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官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本质情况 天干以耕合 剩下一个认损 地支似火生成土去土 这个就是他本命的一个特质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八字没有官 没有官新的情况 看他官出现的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 天干走更新都没有问题 地支走生有全部不行 所以他的官适合走在天干 我们可以知道 他现在在新丑大运 他之前的运是更 其实就大运来讲 他的一个官运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在他的一个八字提问当中 他有说到2018年他整个反转直下 怎么会这样呢 各位 我们就要了解 他2018年戊虚年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 他遇到了是戊土 克嫩水 升了心经 直接去克一幕 所以他在这一年的时候 他就成了日主授克 我们都知道日主授克的时候 所有的好都感受不到 坏就会特别糟糕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在他的八字里面 这一个人损 他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可以让庚金 还有心经 进来的时候 去保护着乙目日主 所以一旦 这一个人水出问题的时候 他就面临到了所谓的日主授克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在一个八字里面 当中的某一个字 他会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这个八字里面 人水就扮演的这一种角色 所以各位 你们还可以再看看 在辛丑大运这十年里面 到底还有哪些情况 会让他的人水出问题 而导致日主授克 各位试着去分析出来 然后可以把答案写在影片的下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